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常听大家讲就是这个年轻就是本钱 最重要你要永保青春 其实就是要靠保养了 我们发现一个女生她保养的好不好 其实不只是她外在给人的感觉 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健康的美丽 其实这就牵扯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就是妇科 女生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妇科的状况 妇科好的女生你会发现活蹦乱跳 只要妇科没有保养好的女生会发现她容易衰老 而且毛病会非常的多 妇科常见的疾病有很多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康华中医诊所的院长 来到现场 欢迎张家培医师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觉得看到女医师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 尤其是女生想要看妇科的时候 会很害怕或不好意思 不会啦 其实对我们觉得不管是男医师 女医师其实都一样啦 就是说并不会有特别的 就像有些男病人来看我的时候 他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反正都是病人这样子 是 但是我相信以你的门诊来讲 就是以女性的朋友居多对不对 那你观察到现在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女性 其实最常有的这个妇科疾病是什么 其实都是卵巢提早衰老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每个月月经都有来啊 可是不知道 其实你只要月经往前提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代表的意思 就是说其实你的那个不成熟的卵 已经提早排出来了 所以当你只要发现 你25天到28天来一次 那个可能就是警讯 就更年期的警讯 你不要以为说哎呦我头有来 而且我还来好多次了这样子 我可能比人家弱了 其实不是 那就是告诉你说 你的卵巢已经提早老化了 甚至有人30几岁就提早老化 那以前呢 我们的那个知识流通 有些妈妈她38岁生完最后一个 她就没了 但她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说 我没有了 没有来生这样子 那结果呢到后来呢 她真的五六十岁的时候 身体毛病很多 其实我们所谓的那个 荷尔蒙下降 它是一个症候群 就叫做更年期症候群 那她这个荷尔蒙下降的结果呢 会出现很多种类的症状 最常出现的就是酸痛 在中医来讲就是干血不足 所以我们会说五十间五十间 五十岁左右的人会发生 那个时候对女孩子来讲 就是更年期了 对啊 其实那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你荷尔蒙下降速度太快 你月经没有来 不代表你没有荷尔蒙 只是你的下降速度太矮 它没有办法集中到你月经可以来潮一次 这样子 那结果呢造成很多不舒服的东西 最常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这样子 那所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说好我有栽 怎么样这样 这样子其实会 就我们说在中医来讲 干净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情绪 你如果让它觉得更不舒服 可能会觉得造成荷尔蒙下降速度更快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种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真的 就是跟年期导致大家跟年期提早到 你目前看到有多早的啊 大概有的三十出头 它可能就已经 三十出头 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四五个月才来一次这样子 可是你刚刚讲的不是 我以为是提早比较令人担心 没有它先提早 它可能快三十岁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提早 这就是警讯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下去治疗了 那可能如果你已经两三个月来一次 四五个月来一次 后来呢不吃药不来 那有时候吃了药也不来 那个就很可怕了 所以我们每个月的这个生理期 是观察自己身体状况最好的一个方向就对了 千万不要省这个小事 之后的大事就更严重 对 因为都觉得很麻烦 然后就是好像情绪啊 各方面行动会受影响 但是你要知道它一不来 事情就录大掉 对啊 因为其实荷尔蒙是包含我们身体 很多重要运作的一个功能 不是只有生殖 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如果他不来 我们可能很多东西都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以大家还有来的人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让他一直来 对不对 就是让他可以持续 那如果要来不来的人 我们让他稳定 不要下降太快这样子 嗯 了解 所以这就是我们 哎 这是又爱又恨的大营吗 对啊 想要怀孕的人很怕他来这样 不想怀孕的人很怕他不来这样子 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 在女性的这个妇科里面 其实应该当然是说每一个部位 当然都要保养 对对 但是如果说我要把整组都固好 最重要的是要固哪一个 其实整组固好 我觉得第一个在中医来讲就是肝和皮 那皮的话就跟我们吃的饮食有关 比如说有些人都喜欢吃生的东西 我跟你讲那个月经一定不会顺 不止不顺疼痛这些都是一定必然的这样子 那很多人来诊监都会问说 啊 医生我这个月吃了什么什么什么 啊 我痛这样正常吗 那我就想说所谓的正常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吃这些东西会痛是正常这样子 可是痛这件事情就不正常 对 所以你就知 其实大部分的女孩子都知道 如果你这个月 我们所谓两极化的食物不要吃太多 所谓两极化就是麻糕和饼这样子 麻糕和饼 一个太辣太烫 然后一个是太冰 一个是太冰太冷这样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饮料 我觉得所有健康最大的那个罪魁祸首就是饮料 真的不能再喝饮料 而且昨天的新闻我真的看到的时候整个也是大傻眼 虽然我没有在喝摇摇杯 对 但是那个饮料就是被查出它有DDT 好恐怖喔 DDT不是杀虫剂吗 然后它会放在一个玫瑰的什么调音里面 对 其实现在不止这样子 就是中医里面的药材里面 其实最大的问题也是果实和花朵类 所以其实现在中医的药材都有 就是所谓的QR Code这样子 就是安心饮品的认证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 懂你的意思 所以它当然不是说拿那个DDT这样加进去 而是你在萃取的过程 对 因为它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它就先摘下来了 所以有机真的很重要 所以要喝这一些植物花草茶 其实它的来源也非常的重要 对 我常常都跟患者讲说 你要养生不要害到自己这样子 好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对女生最伤的就是 然后吃冰然后很辣这种很刺激性 可是这跟我们的体质会不会有关系呢 体质当然就是说那这个是没有办法 这是与生俱来的 那可是如果因为在中医来讲 所谓皮就是后天之本 后天之本意思就是从我们的食物中去培养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妈妈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说小孩子不吃东西 只要她肯吃我就都给她这样子 那我常常在讲说有的小朋友 她比如说肠病毒现在很严重啊 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她吃一点冰淇淋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她嘴巴破 很疼痛 你让她吃一点冰的东西 又有热量的东西 否则这些就所谓的肠胃型的感冒 肠胃型的病毒它会走到神经里面 会有神经学症状 所以神经学症状可能会抽搐啊 会昏迷啊 那这个都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她吃一点冰淇淋 那可是平常的时候就不行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破疮理论 不行就是不行 你只要放了一个小洞 她以后就小孩子都很厉害 她都会一直闹这样子 那从小我们建立起了 这些良好的饮食习惯之后 尤其是小女生真的很重要 有些小女生呢就慢慢喝一口 我也喝一口好不好 好那你也喝一口 结果我们都看到那种 十岁左右的小女生就长胸部了 这个很可怕 长胸部就所谓的性早熟 那性早熟呢 如果你去治疗的话 就是打所谓停经的药物 你这么小打那个东西好吗 我们就不要吃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对啊那可是你已经 你已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不去治疗是不行的 对那所以说我们不要走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饮食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脾筋和肝筋 所谓肝筋就是 其实是跟我们的脾筋有关系 如果你饮食很均衡 那你的肠胃系统很好 其实你的心情就会很稳定 那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人家都会觉得不太相信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很多忧郁症的人 他之前要发作之前 他可能就会出现肠胃脾胃的症状出现 不是让他肚子呢 就是比如说他食欲不好呢 或者是就一些情形出现 那我们就说是脾虚 那他营养就不均衡 营养不均衡在我们身体的一些范围 就是说他已经错乱了 他已经搞不清楚 什么东西该往哪里走 对 所以你说那个脾筋一旦乱掉之后 要调更辛苦 对所以记得一定要吃熟食 不管你是你要怎么去烹调你的东西 就是熟食我觉得是最重要 对 对所以像有一些这个 生菜杀 这个很可怕 对很多人来讲 它是一种好像美容养颜 也是觉得是对身体好的嘛 因为多吃蔬菜水果 可是我觉得还是 比如说你要吃 你想要就是多摄取一些纤维脂 我觉得是很好 可是重点是你就是还是要煮熟 不要吃生的 因为其实生的我们加那个沙拉酱 其实也并不是很健康 所以还不如就是穿大桌 对 久久一次 加一点点酱油 酱也很好吃 如果说我真的很久才吃一次生菜沙拉 然后我 我在吃的同时 我可不可以要怎么样 配一碗汤还是什么 对 就会不会好一点 就这些热食这样子 对 那有些人他就是 可能身体是属于比较寒冷的体质 所谓寒冷的体质 他就是手脚冰冷 冷的 然后也会怕冷 然后他越进来的时候 他的颜色就水水的 然后颜色很淡 像这样子我们就说 比较冷的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其实你在吃这些 生冷的食物的时候 最好就可能加一点点麻油 加一点点姜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 就会变得比较温热的一个感觉就对了 对 因为我印象中 因为我的体质可能是属于比较燥热的 燥热系 对 所以我就是一直无法理解 为什么我的同学他吃完刹冰 他就在地上滚 就是他肚子就很痛很痛 对那因为对我来讲 从小到大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困扰 困扰 然后当然我也没有到很爱吃冰 但是你知道 因为我爸爸很爱吃冰 所以只要他一吃冰 大家待会就会想说 那我们也一起吃 对 但是现在就是当然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会知道说 这个 要怎么说 你现在快乐之后会来偿还 有没有 对啊 出来会都要 对 对 没错都要还的 对都要还的 所以其实你现在一点一滴用冰啊 伤害你的这个内脏啊各方面 他以后就会要加倍奉还 所以奉劝大家那个 饮食真的是第一个防线 一定要把饮食呢照顾到最好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聊的呢 就是有关妇科的保养 那也有很多人讲说 其实子宫就像女生的第二个心脏一样重要哦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养 那我们请问一下我们张家培院长啦 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就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子宫 有没有 孙孙孙 然后很安全 青春美丽永远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吃的食物 就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尽量吃一些深色的食物 深色 比如说像地瓜的话 我们就可以紫色地瓜 类似像这样 黑木耳 对 黑木耳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觉得坚果类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补充身体一些能量的东西 这样子 那像那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尽量挑黑色的 比如说像黑芝麻粉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一些不错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穴位按摩 这样子 也可以保养 对 我们常常说就是 头要冷 脚要冷静这样子 脚要热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泡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记得泡脚一定要超过所谓的足踝上 三公分 为什么这有东西呢 就是这个三阴胶这个穴位这样子 那这个呢 是所有妇科疾病的十肿穴 十肿穴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十个穴位 可以治疗所有的这一类的状况的疾病 比如说你是妇科的疾病 你就是三阴胶穴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肠胃的疾病就是竹三里穴 像类似像这样这样 所以这个三阴胶穴呢 就不管你是月经不来 月经失调 或是更年期障碍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那我们就看你的身体属于冷性的体质 还是热性的体质 如果你是热性的体质 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较尖锐的按摩棒去压这样子 如果你是比较寒冷的体质 你就可以用热服的方式这样子 而且这个三阴胶很厉害 是医生的吃饭穴 所以已经把吃饭鸡 拿出来给大家了 其实它这个找法很简单 它大概就是我们的足踝上三个手指头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骨头后缘这样子 骨头 所以我怎么找就是 就是这三个手指头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X轴 那Y轴的话就是我们的骨头的后缘这样子 这个就是三阴胶穴 那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勤压按摩 一压就会觉得酸酸的感觉 像这个地方就是三阴胶穴这样子 对 这就是每次去脚底按摩的时候 按到会觉得蛮痛的 特酸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平常这样按压 对 你可以用这个按摩的 按摩棒按 或者是 或者是泡热水 我觉得其实最好就是泡热水 所以我们泡脚不是只有泡脚底就对了 要泡到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超过这一个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对 真的随便按都有感觉 随便酸对 所以以前那综艺节目就是在整人 有没有 每次就是要 看那个女艺人那边痛得哇哇叫 大概都是按这里吧 对 其实要 其实我觉得那个力道要抓得准 并不是越痛越好 因为其实越痛 就到后来就变成是 会有一种伤害 就筋膜受伤 我之前有几个就是艺人朋友 他们说他们去上这个节目之后 变足底筋膜炎 我觉得那太可怕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有的时候还是要适度 对 那有的人他跑去脚底按摩 那脚底按摩 有的师傅他比较没有经验 然后就随便按这样子 他就越痛 然后病就患者越爽这样子 就好 其实不是要适当的力道 其实像我们还蛮常在按的啊 按得好不好一下就知道了 对 按得不好还很大力 可是你只会觉得很痛 却没有那个放松的感觉 真的 所以还师傅还是很重要的 好所以这个三一胶 我们可以多按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穴位 就是所谓的女浮穴 女浮穴最简单了 女浮穴就是其实我们的脚踝 这样子有点扬起 然后这个凸起的地方 这块地方就是女浮穴这样子 因为我脚比较没有肉 所以看起来又更明显这样子 这个凸起的地方 你只要这样子抬起来 就会有凸一块 这就是女浮穴 所谓女浮穴 这是一个筋外齐穴 它不属于任何筋络 可是它是一个特效穴 就如果说你 你觉得你的妇科 哪里有问题 你就可以按这里 可是呢 因为我们上班 总不能老师翘脚在那边按 所以它有一个对应点 对应点就是在我们的 那个四五指中间 四五指中间 手上也有 四五指中间 所以我们说那个 足疗手疗都很好 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我们的脂末 就是四肢末 都是很多反射点这样子 对 那像有些人呢 他那个月经是 就像有些人更年期 他月经是一直来 一直来一直来那种 他可能一次来 来十四天 然后就二十一天 他月经又来 所以他只休息七天 像这个叫做就是 就是一直来 所以有一个叫断血穴 断血穴就是在二三指中间 这个地方 这个一个一块厚厚的地方 这叫断血穴这样子 所以一直来的话 才要按断血穴 对 一直来要按断血穴 如果你不老不要再按了 对 好那你这边有一个准则 就是说每次按八分钟 然后有一种酸胀感 酸胀的感觉 就可以了 对 好那女浮穴的止痛效果也很好 所以就是说有些人他很容易 就月经前就会宫缩 像这样子的也是不错的效果 其实我们有讲说 有些人他就是怀孕初期 这也可以按胎 这样子 所以平常可以这样稍微按一按 平常怀孕的时候可以按一按 就保养 就是说怀孕也可以 对对对 没有怀孕OK 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这些都可以让你 就是学起来 平常就按一按 做一下保养 好那因为我想就是对这个女生来讲 最第一次的那一种 应该是说青春期算是 初经来朝 对初经那是最有反应的 那有很多人这样讲 就是说那个时候开始 做一些妇科的保养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一体的两面 因为你刚开始 刚开始很重要 对 那有的人呢 刚开始的时候 月经不是很规则 那不是很规则 它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说 它的生殖系统还没有健全起来 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 那你这个时候 还有长高的空间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你已经超过半年 到八个月 还是这样 那就可能不会长高了 是真的月经不规则这样子 就要好好的去加以调理 对我记得以前都讲说 只要那个 那个月经一来 就是表示你好像已经 就不会再长高了 对那时候我们真的痛哭 不会啦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 忽略了小孩子 其实可能都 我们都大概都会 只跟小孩子讲 快去功课啊干什么的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拥抱 为什么拥抱很重要 尤其是小女生 你这样一抱才知道 她长胸部了没有 她如果长胸部表示她 看她几岁 如果12岁13岁那是正常 OK你就要开心了这样 你要出头了这样 那如果说没有 她可能才10岁 那你就要小心 要非常小心 就表示你性早熟 有点早熟 而且现在因为饮食的关系 性早熟的 我觉得还是跟那个 对比例非常高 跟饮料非常有关系 还有不睡觉 不睡觉也会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 它是可以分泌很多东西的 那你不睡觉的话 就真的是会 对身体伤害很大 应该是说 现在也不是说不睡觉 现在小孩子应该是说 普遍都比较晚睡 因为功课压力比较大 然后加上很多补习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要 还是要那个 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回头的 我觉得书可以以后念 那那个长高是没有办法 对 其实我们这一天 几个妈妈们 也是在讨论这件事 就是说看到小孩子 因为他们的小孩都稍大一点 然后我还比较小 所以我还没有那个感觉 但是妈妈们就在讨论说 你看 我其实只希望我自己的 我的女孩子 尤其是大生女生 所以我只希望我的女孩子 就是长得好 她就是长得漂漂亮亮 很端正有气质 有一点才华 比如说音乐 或者是一点艺术 其实没有说 她一定要多厉害 当女强人 这些都没有 但她就是要长得好好的 这样就是叫 把女儿养好的一个责任 可是你看到她每天 背着那个书包 这么壮变脱背 那个体型都不会漂亮 对 也变近视 然后头发小杂暗一样 乱七八糟 两三四天都不洗这样子 已经变成一种就是 你看到你会很心疼 很心疼 真的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把你 就是想要怎样交好 可是又不让她有这个 功课上面的压力 造成她放弃了其他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其实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我觉得这个可能 母亲要可以提醒给小孩子 就是说你也可以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然后你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们看到现在好莱图 很多艺人 他们的学历都好高 像什么爱马强生 这些他们学历都好高 可是他们有 就是披头散发这样 像小杂暴这样 没有啊 他们也是就是 就是漂漂亮亮的 我觉得那个是 生活习惯的问题 还有环境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 太强调说不要注重外战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 好像不太好 就是这样 妈妈就会留一些妈妈精 那当然妈妈就是担心说 女儿到了这个青春期 如果不顺 她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她稍微做一下调整 第一个我们就是 还是食物 可是很多人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食物好 可是她没有时间吃 很可怜 那每个妈妈都来说 没错 我每次呢 都有的 因为现在的考试制度更惨 那可能要带三个便当出门 我听着都想要哭了这样子 然后呢 每次呢 我们有一个小朋友 她呢 才国三 那可是她小女生 她已经178公分了 这么大一个个 可是呢 她的心灵是一个很纯洁的小孩子 因为才国三嘛 对 然后呢 她每次呢 那个月经奶痛到 在地上打滚 然后呢 甚至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还拿手机进厕所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次呢 痛到不得了昏倒 然后不能动 然后用手机 在家里厕所 用手机求救 好可怜哦 我说 可是她妈妈非常用心的 在调制这个妹妹的饮食 然后从来没有让她吃生的 可是没有办法 她没有时间吃 她呢 吃就是在一个便当 四大五口就吃完了这样子 对啊 然后压力很大 呼伦吞早这样子 对啊 呼伦吞早 可是那没有办法 因为她说怕读不完 而且马上就学测啊 什么的 对啊 那怎么办呢 就说 那我们没办法 现在是那个非常时期 因为你要考试了 对 那我们只能用非常时期的方法 可能要吃药 可是之后呢 你考完了之后呢 你可能 我觉得运动很重要 要调整 对要调整 那妈妈呢 不只都带便当 还带水果这样 那水果就是以香蕉为主 这样子 那可是呢 有些人说香蕉是寒性的 有些人说香蕉是平温 那我觉得 最好的大概就是苹果 苹果就真的所谓 没有人有别的说法 它就是平性这样子 所以就是 即使是 科业压力的很大的 这个情况之下 你其实饮食上面 还是最重要的 对 真的太辛苦了 现在这小朋友 好可惜一下再回来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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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惯的关系 他可能都在吃外面 所以他可能味觉都变得很顿了 那他一定要加点辣椒或什么 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人呢 常常会出现他月经是黑黑黏黏的那种这样子 然后呢每次月经要来之前体温都升高 整个人燥热的不得了想要揍人 然后打便打不出来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的时候就记得 其实多吃生绿色蔬菜 那因为在中医来讲 所有的火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食火 一种是虚火 那不管食火或虚火呢 生绿色蔬菜都有办法对付他这样子 都可以灭火 对 都可以灭火 比如说那个青少年朋友 来念烂痘痘那种 那也是吃生绿色蔬菜 那更年齐父母那种虚火 就是说很容易 那个一阵来冒热汗 然后呢结果呢这时候呢 那个先生看到你流汗 然后呢好意开个电风扇 完蛋感冒 像这样子的呢就我们所谓的虚火 虚火呢也是生绿色蔬菜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 生绿色蔬菜真的是 所谓养生的好朋友这样子 那可能有点 感觉生绿色蔬菜是先生的救星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先生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对我们 这样子才对 对啊不然我们生小孩 然后帮他持家是为了什么对不对 对 一点点好好的对待 是值得的这样子 而且你的辛辣类说最好不要碰的类别 我们刚想到什么麻辣锅 事实上肉桂 什么丁香胡椒都算 对这是我们的卤味里面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吃一些 那个平温的食物 但另外一个这四个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就艺人凤梨麻油和苦茶油 为什么这四个一定要注意呢 最容易子宫收缩 所以如果你越进来很容易子宫收缩那种抽痛的 你四个尽量不要吃这样子 还有怀孕初期的人 这个容易公缩 可是呢如果你想要去生小孩 想要早一点生 那你就可以多吃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对因为 这一这个很难让人家记起来 没想到哦 对因为艺人当然可能有印象就是说 会子宫收缩 那凤梨是大家会觉得它孝数很多随时 我只要有一点可能 对我能吃到凤梨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是很好的 对可是它是容易让子宫收缩的东西 对那或者是其实如果你要让你的 那个子宫变得比较平稳的话 其实我觉得酪梨是很好的东西 对可是酪梨不容易不容易调理啦 对然后呢大概我们能够想到就是酪梨牛奶 可是后来我有患者讲说 酪梨其实沾酱油很好吃 我没有吃 大家可以试试看 对试试看 尤其是想要怀孕 你的内膜比较薄的人 你可以多吃一些酪梨 所以其实怀孕的时候也不太能碰麻油 对不对 对 应该是那个是做完月子才在吃 对为什么做月子的时候要吃这个 就是让你子宫收缩好 二路排的干净 对 这我妈在我怀孕的时候 而且以前她要生了 还非常好心地煮了麻油给我吃 我吃完整个人超不舒服的 我觉得很怪我整个人好热 然后很不舒服 然后因为我妈妈好意想帮我补一下 对啊都是这样 事实上是事后才补 死了才补 对 我们还有这个讲到麻油就讲一个笑话 我们以前的一个同事她是护理同仁 那她以前呢因为很多西医的护理同仁 她不见得了解中医的一些道理 结果呢她的婆婆呢 说怀孕前不知道第几个月就开始给她吃麻油 她就一直猛流血猛流血 还去音乐安胎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觉得好好笑 所以我们要多补充这一些这个食物的尝试 尤其是我们以后可能会做婆婆 或是做做做做做帮女儿做月子的人 对 成为帮到帮到忙 对否则一边吃麻油鸡一边在那边安胎 这太可怕了 当然这就是出于好意啦 那有没有比较安全的 就是说在我们平常的这个要补充的水分里面呢 这些茶饮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些保养的动作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姜黑糖的 这个呢其实发奶也很有效 我说最便宜的发奶茶就是这个这样子 我们就拿生姜和黑糖来煮水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筋血呢排得比较干净一点 有时候呢这次月筋来一直很痛 它血出不来下次会更严重 然后血量会越来越少 那是因为你的内膜都没有剥落干净 所以呢我们可能就是一次要先毁灭性的来重建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有一次呢就先把牙根咬紧一点 然后喝这个东西 然后你就会发现哇血块好多 可是你下一次之后的月筋就会比较顺 可是前提是你不是说一直熬夜啊猛吃冰的啊 不是这样子对 那这个平常就是没有旌旗的时候也是可以喝吗 也可以喝 因为这种平常冬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喝一点这个姜茶 对 其实真的很不错耶 这个加咖啡很好喝 对对对 对啊其实像我们有很多患者都说他们先生非常养生都喝这个黑糖浆加咖啡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说可以让身体暖和起来早上又可以洗得比较好 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嗯 好那可能当然各式各样的民俗疗法就会出现了 对 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让自己放松然后减缓精痛的穴位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第一个就是三音胶三音胶大概是保养啦 就平常的时候就是开始弄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官员穴 官员穴其实就是我们月筋来的时候有些人他会拿一些暖暖包什么热敷肚脐下 那个其实就是官员穴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海穴 就是我跟你我跟月筋有血海深仇 所以我要按那个穴所以才不会痛这样子 那那个穴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膝盖 那就右边右手按左边的膝盖 我们用包起来的方式压下去大拇指的地方 我用这个地方大拇指按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血海穴 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疼痛 然后呢他这个疼痛会扩散到我们的膝盖这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血海穴 血海深仇的血海 这也是轻轻按就很酸 对轻轻按就很酸 其实我觉得就是热服 那月筋是就我常常每次开玩笑 就是说月筋其实是成绩单这样子 那你已经成绩单这样子的 你能怎么样能求老师把分数改一改吗 可能比较困难这样子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说你就是这个月要好好念书 所以好好念书就是不要 你已经知道你月筋快要来了 那你这些生冷的食物啊 没有煮过的东西啊 或是太辣的东西就尽量不要吃这样子 对啊 对就是你不要临时抱佛脚的意思 也来不及了 对你就算临时抱佛脚 我觉得也总比你已经来的时候就猛吃止痛药啊 这些还得好这样子 对而且吃这个这种止痛药其实那个依赖心会越来越重 对有时候到后来就是心里的依赖啦 我已经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感觉 我就不吃不行这样子 可是你要想一想哦 如果每个月至少一颗就好 我一年就12颗 那我两年呢三年呢四年呢 那个就不得了了这样子 想一想都觉得很可怕 好所以我们平常就可以做好一些保养 那每个月在焦成鸡蛋的时候 至少是漂亮的 对啊不要痛苦了我听一下 好那另外就是说 有很多人在问说像这个中酱汤这一类的补品啊 私物汤啊生化汤 像这样子的补品是在旌旗间吃吗 还是旌旗之后 对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私物汤其实是补血的 那我们就要看症状 如果你有血虚 所谓血虚的症状就是常常头晕眼花啊 然后嘴唇特别白啊 像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吃私物汤 那如果说你是月进来会肚子痛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吃中酱汤这样子 如果你是会疼痛的那当然是月进期间吃这样子 因为期间就可以喝中酱汤 中酱汤或者是生化汤都可以这样子 OK 对啊因为这些东西你知道它现在也做得很方便啦 对不对你随时可以泡 也不一定有的是一定要用自己买中药回来炖 但是你吃对的时间它能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还有一种食权大补汤 所谓食权大补汤的话它就是四物汤和四菌子汤 那一定是要在月进不是期间吃 然后那个就是气和血都虚的人才可以吃这样子 其实气血虚平常就是零一天 然后这个嘴唇白白的 对走一走路就觉得很累 觉得累很容易累很容易这个头昏 发现没精神的这样就是平常日就要做好这个功课 对把你的这个补把你气血好好的补一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 我想另外一个复刻的问题大家就常问的呢 就是我们女生朋友之间真的五个里面大概有三个都有贫血吧 对 好普遍喔 为什么会这样啊 因为其实我们很少运动 那所以又再加上营养不均衡这样子 那所谓营养不均衡 还有大豆啊 所以其实像我们所谓的那些豆腐啊 都是一些补血的食物这样 那有些人就说菠菜菠菜补血 可是呢因为菠菜它里面还有脂酸 所以呢所以吸收来讲反而不是那么好这样子 对 所以它反而它自己贴很多 但是我们吸收不到就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什么南瓜这些东西也都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最好的大概就是所谓的葡萄这样子 因为它维生素C也多 铁质也多 所以它刚好是很好的吸收利用率 所以多吃葡萄啦 维他命C可以增加植物性铁的吸收 达三倍耶 对就等于全部都吸收了这样子 所以你在吃这个富含铁的食物的时候 最好也连这个维他命C的食物一起摄取 好那这个改善贫血的状况 对 对那有一些什么饮料是不是也 那当然不能吃 不能喝 对其实我觉得呢 很多妈妈她们都会一直强调她 全脑开发上课干什么 其实不知道食物是最好的 让你脑力开发的东西这样子 那如果你让她喝饮料 就是让她变本 我这样讲是有本的 我是有所本的 我不是道听途说的这样子 我不是听所害人的 因为所谓的茶咖啡啊 这些东西呢 它都会阻碍铁质的吸收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她开心 其实现在全脑开发是包含小孩和老人 都要全脑开发 尤其是老人你不能让她没事做 每天在家里待着 只看电视 那个很快容易就会痴呆症出现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记得 一定要让她 除了多方面的刺激之外 饮料茶咖啡这些东西千万加不要吃这样子 好而且它会阻碍铁的吸收 所以真的要喝要分 就是要分开 不要喝了不要喝了 就是不要喝了 茶咖啡都不要碰 不要碰了 可是有人说绿茶很好啊 有二茶素啊 也是有它的好处 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泡的OK啦 你如果是去买那种市售的茶饮 真的不要碰 现在讲的是那种寒糖饮料 就是这种在外面买方便的 要摇的 这种其实都很不好 再来就是空腹补充铁吸收效果 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对 可是比较容易 有的人他吃这样子容易会便秘 所以就可能要了解 要看一下这样子 那为什么铁不能跟钙一起吃 因为钙的下降量 钙会下降铁的吸收 所以它就是他们两个会 抢同一个竞争味这样子 最好方法我觉得是用锅具 有的人他会用铁锅煮水 对 那也是一个方法 铁锅煮水 然后这个水里面就有铁 就有铁值 对 里面就有铁值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诊所有一个小姐她就是怀孕 那她怀孕她就怀双胞胎 结果呢她就常常因为血不够 血色素太少这样子 因为以前的太瘦 然后呢现在血色素太少 我就叫她去用铁锅煮水喝 可是那个铁锅很重 记得就是铁锅很重 有的妈妈拿那么重的东西 然后结果那个子宫都会下垂 所以真的要小心这样子 可是呢真的很有效 她再喝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她血色素就回来了这样子 是喔 所以我们平常用铁锅煮菜啊 煮水都可以释放一些铁值出来 对甚至有一些日本的那个研究 他们说他们的南部铁器 这样子煮水之后 小孩子的智力好像还真的比较好一些些 可是智力好跟表现好是两回事喔 有的人他很聪明 但是走错路的干聂 然后整天整腹 真的不是聪明 对 所以用铁锅也可以补铁 对 这是整的 而且这还是英国人去研究的 好太棒了 那这个是瓶铁的部分 当然平常就是 我觉得就是多摄取铁的这个部分嘛 那在饮料就是饮品率面 其实像我们所谓的红枣和山楂 是含铁最高的中药材这样子 那其实不只说可以用这样子煮水啦 其实我们有时候煮一些汤品啊 或是夏天天气热 我们想要煮一些 妈妈会想说 我要煮一些饮料给小孩子吃啊 那你其实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了 红枣本身就甜甜的 对 山楂酸酸酸酸甜甜 对 小孩应该还觉得还蛮好喝 那如果你要吃冰的也OK这样子啊 至少比你去吃摇摇杯好很多 好很多 对 那为什么要从冷水开始煮 这样才能把它整个东西萃取出来这样子 所以不是滚了再放就对了 对滚了放的话 它真的所谓的铁质 释出的会比较少这样子 那像我们就是直接放在电锅里面 给它蒸 也可以 我觉得电锅是 大概现代人最好的 最好的朋友 我的最爱 对 什么东西反正就在电锅就好 那都OK了 我觉得电锅最好的方法就是丢进去 让我们人可以做别的事情 对 甚至呢我觉得像白木耳这么难煮的 我觉得电锅也是很好用 对 好所以推荐大家这个红枣山楂茶 山楂茶 听起来也很适合夏天 就是有一种身经解渴的感觉 好那我想贫血的状况呢 其实它不会到 如果不严重到影响你的生活起居 我觉得还好 会影响到生活起居 影响到你的情绪 影响到你的后半辈子 大概就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了 大家都很怕 对因为我们讲说身体是有记忆性的 如果说你坐月子没有做好这样子 那坐月子其实就是从高的荷尔蒙 降到正常的荷尔蒙 那你身体就会有记忆 有的人坐月子的时候呢 又担心小孩又担心老公 又担心什么家里不干净 然后结果呢就出现一些比较忧郁的症状 就是产后忧郁症 对那结果后来呢 它更年期一定也会出事情这样子 因为你身体以为 我现在又在下降了 所以它要重现你当时的症状 它要出那个坐月子的症状这样 那有的人讲说 我没有生过小孩 那怎么算 那没有关系 那你就等于是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保养你自己 那我觉得 所以我打算一下 所以如果今天 像我曾经就有一点轻微的 产后忧郁的状态 所以表示说我在 那时候铁质可能不够 我那时候应该很多东西都不够吧 我要崩溃了 就以我这么乐观开朗 是第一胎还是第二胎 第一胎的时候 新手妈妈真的 第二胎完全就很开心 那所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的身体 因为你第二胎补回来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我的 因为我第一胎月子没有做好 然后我的那个记忆 然后我的那个恐惧 跟那个忧郁的感觉 是会记在我的身体里面 不会 可是因为你第二胎 已经做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身体不好 你生一个子就补回来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身体会有记忆 太开心了 你身体会有记忆 你前面那个 你已经把它补回来了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会 不用去担心我更年轻的 这些状况会再来 因为其实我觉得妈妈都要放过自己 怎么说呢 没有人是全能的 那有的妈妈她可能处理小孩子很好 可是她乳汁就不多 那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 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 做到就好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都太强调说 你做不到怎么办 你一定要全母乳什么的 那当然我不是说全母乳不好 我没有这样说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全母乳 是最好的 可是你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真的放过你自己 你只要尽力 我只要能够尽力未到六个月以上 虽然我们就说 吃辣不吃肉 那也没有关系 那很多人都为了母乳的事情 把自己逼疯 我觉得真的不要这样子 你想想那个小朋友吸到 是一个不快乐的母奶 怎么快乐 他会感受到那种焦虑 一定会的 所以妈妈不要太轻 放过自己 而且一定要就是 一定要跟人家求救 一定要求救 对 那如果说你这个月子没做好 然后呢会不会 就像医生讲 你到了更年期 会有重复的这个事情在发生 一定会的 所以其实很多更年期 很不舒服的人 我们来这边 除非他是未婚 那没有得奖 赶快叫到神 那已经更年前来不及了这样子 所以呢 那大部分 就很不舒服 大概都是月子没有做好 不是坐月子的时候呢 太担心小孩子 不然就是可能太疲劳太累 因为那个年代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帮手 没有什么 什么坐月子的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月子一定要做好 因为月子做不好这件事情 会被他念一辈子 对 他一辈子都会觉得 我就是 没你这样 对 我来没做好 我才会这样 因为我真的听过很多老一辈的 真的 然后被 譬如说只要他脚痛 他就说 因为我月子没做好 他或者是他今天 而且一定要老公带的时候说 类似 对 跟年期很早来或这样 就是月子没做好 就是什么都会砍脱到月子没做 月子没做 所以月子一定要做好 对 就是续续 好 那这些食物 当然就是要很均衡的去补充 维他命B C E 这些牛奶 红萝卜 豆类 菠菜 这些我们节目也常常告诉大家 这些食物 你就可以常常吃 对 其实我觉得吃素的最大的好处 大概就是 比较不会有更年期障碍这样子 对 可是他大概 比较注意的就是可能会发胖这样子 对啦 如果是一点的健康比较重要 体重还是要控制 有没有什么那个穴道 我们交几个给大家好不好 如果说你真的现在更年期当中 非常的不开心 非常不舒服 有没有什么几个穴位 是可以给大家的 大概最重要的穴位 就是我们说的三一脚穴位 那这个呢就是 对 一定要泡脚这样子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看情形 如果说呢 你会觉得说会头痛 更年前的时候会头痛 那我们可以按颌骨穴这样子 颌骨穴的话 就是我们手掌这样子併起来 然后呢这个凸起来的部分 就是颌骨穴这样子 好的 那其他的话呢 对 我们就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那个厚膝穴 厚膝穴也很有效果这样子 厚膝穴还可以消除 我们所谓负面的思考盒 对 那太适合了 好 那也可以喝一点这个百合粥 用白米跟百合组成粥 这也对于更年期的一些 不舒服的症状 也都可以得到缓解 对 大家就是最重要 Happy wife happy life 一定要让自己开心 对 真的 好好保养自己 今天非常谢谢院长 对 不会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生活快通 下一次见